今天从小金游泳到冬城寻找美食 看这条路,漂亮 太有感觉了吧 这粉丝就是这样的 红红薯的南瓜鱼豆 这个粉丝就是做出来的 对,粉丝粉皮就是这个做出来的 这就是,来,安慧特色,粉皮 你们没见过吧 这个农民阿姨朴实样 你以后的关键切了两个大银 麻烦 太买烦了 这样一挂四个 我一刻就把银 这个手给他还戒不了 现在还戒不了 他就拔住了 他那个没手他没有进去 这个手工粉丝和鸡皮就不一样 这个手工粉丝和鸡皮就不一样 手工粉丝做得最好 干了包装起来 就捆起来要整到鸡皮 他都不捆 让他脆 然后你看那个 绑着的粉皮还漂亮 一般的鸡皮 这个手工粉皮不好看 我们到了安卫省电源县 这个处 粉丝粉皮这座地方 能扔一下 这个农村 你看看这个粪景多漂亮 你看 跟示范桃圆一样 我到老来 就来这买点房子一乡老 哈哈哈哈 你都一头白饭了 哈哈哈哈 这个房子一样 这个房子一样 你都一样 这个房子一样 你拿着 再发一下 先发尿 把这个房子一样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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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很麻烦很麻烦的 要盖了有个插头在那 在这里比较晒的意思 活动开的意思对吧 这个粉皮出来了 这跟粉丝原料差不多 原料就差不多 粉丝插的粘盘 这啥都不插 那我们大家都要吃这个 都要吃这个 什么都没有 下次我们就吃粉皮 不吃粉丝 任何 下粉丝要加盘 就不加盘 全手工 什么都没有 任何添加剂都没有 啥都没有 这个 这个绝对性 任何东西都没添加的 正宗手工 那个衣架的五口人 就浪一个三十斤 这些人做工太精神了 奶奶都冻死掉了 奶奶搞不出来 奶奶就搞不出来 哦 奶奶也搞不出来 冻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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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天也管搞吧 夏天行 夏天很少 就 差点少 我喜欢吃鲜鱼下粉皮 就这个 鲜鱼上下粉皮的 一家四口现在能搞多少呢 就这个 三十多斤 就是以下午 就是从厕坏 吃过厕坏 一到马上 这都三 这都三 太麻烦 要三四口 拿三十多斤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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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粉能买 对 这个 这个 你把你的工 你摸的 鲜鱼吧 鲜鱼棒的烧柴火 大鲜鱼棒的烧柴火 我没钱也好 肥无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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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料理不吃 这些是鲜鱼 鱼鱼 大鲜鱼棒 大鲜鱼棒 都咬 closest 今了 一家四口 一家四口 好 先吃 对 三十几 Rachel evening